原核細胞的生體的結構之後 我們來講講增核細胞 增核細胞會構成增核生物 那增核生物在五介說當中 就是所謂的原生生物界 真菌界 植物界 羽動物界 好 這些生物 這些細胞構成的原生 原核生物 增核生物 增核細胞所構成的增核生物 可能是單細胞生物 也可能是多細胞生物 我們一一舉些例子 讓大家知道 有沒有增核細胞 就直接形成單細胞的生物體呢 有的 在原生生物中的 單細胞的藻類 單細胞的原生動物 增菌界中的單細胞增菌 例如酵母菌 那有沒有多細胞的例子呢 有的啊 比如說原生生物界的多細胞藻類 多細胞增菌 多細胞的原生增菌 還有在增菌界中的多細胞增菌 要強調增菌界有單細胞增菌 及多細胞增菌 是多細胞的增菌 還有植物界與動物界 各位有沒有發現 我在講植物界跟動物界的時候 我們有講多細胞的動物跟多細胞的植物 因為動物界跟植物界一定是多細胞的 這是動物跟植物的定義 所以假想植物一定是多細胞 你講動物一定是多細胞 只可能在原生生物界跟增菌界會出現 有些部分是種類是單細胞 有部分種類是多細胞的例子 那單細胞有多細胞 那看它的組成 增菌細胞有多什麼呢 多了核膜 多了核能 核能中有染色體 就是在細胞核能有染色體 不是核能 細胞中有染色體 那染色體的成分是DNA加蛋白質 另外有些增核生物也有細胞幣 像增菌界的細胞幣是幾釘子構成的 植物界的細胞幣是有纖維素構成的 而動物界呢 沒有細胞幣 那我們就很快的把蚊子帶過去 我們來看這個表格 這是那個示意圖 你看看到什麼現象 我們的增核細胞好大 如果更大 動物在這裡 有一個核磨胞氣 有細胞核 然後有一大大的磨狀胞氣形成更多隔間 所以細胞會比較大 好 那我們用這個表格呢 把增核細胞的原來需要很快做一下比較 很快做一下同整 增核細胞構成增核生物 主要是指細菌 包含藍綠菌 它單細胞 細胞很小 大約1到10個Micometer 它的細胞幣成分是太巨糖 它的胞氣呢 這邊的胞氣不是胞氣 應該是指磨狀胞氣 所以要多兩個字 好 細菌們 原核生物們沒有磨狀胞氣 但是有 核糖體 所有的細胞都一定要有核糖體 所以我這邊特別加強 有核糖體喔 好 那增核細胞呢 胞氣們都有 有核 有膜的胞氣跟沒有膜的胞氣 全部都有 包含了核糖體 當然也有喔 核糖體是沒有膜的胞氣 先寫到這裡 繼續往下 那如果代謝作用呢 細菌們可能是有氧呼吸 也可能是無氧的發酵作用 那有關於發酵作用的介紹 我們會在1-2 再跟大家介紹 能量的轉化 1-2再介紹吧 好 那遺酸物質呢 我們染色體在細菌身上是沒有膜包圍的 它位於細胞質 沒有細胞核 No 細胞核 那這是原核細胞 我們看整核細胞 我們代表是動物跟植物細胞 那 這樣就不對啦 動物全都多細胞 植物全都多細胞 單細胞指的是 譬如說單細胞的真菌啊 所以我們的例子有真菌 有動物有植物有原生生物界 好 有些是三細胞 有些是多細胞 細胞比較大 整核細胞是10-100m 細胞病呢 植物界是纖維素 那真菌界是幾釘值 動物界沒有 我們是以有氧呼吸為主的 但是酵母菌就例外啊 酵母菌以有氧呼吸為主 它偶爾可以形換藥作用 好 那我們的染色體呢 是位於細胞核內 我們被核膜包起來 所以 真核細胞的染色體位於細胞核 原核細胞的染色體位於細胞值 好 那看完這個表格之後 我們用 這個文字很快的了解一下 兩群細胞他們的異同之處 真核細胞跟原核細胞到底哪裡一樣 相同之處都是 它們都有細胞膜 它們都有細胞脂 細胞脂內都含有核糖體 好 另外我們都有遺傳物質 染色體 我們都有染色體 那個什麼地方不一樣呢 原核生物沒有核膜 沒有核仁 沒有核仁 沒有磨狀胞氣 三無 無核膜 無核仁 無磨狀胞氣 那細胞病成分也不一樣 細菌的細胞病是 泰菌糖 糖有這邊喔 因為泰菌糖很多種 那我們增兒細胞 的細胞病就是幾釘值或是纖維素 好 最後一項 那我打個大叉叉 有一些參考書房間的講義說 原核細胞跟真核細胞有個差別 原核細胞的染色體沒有蛋白質 這是錯誤的觀點 只要是 染色體 都是DNA 加蛋白質 所構成的 所以這個說法是不對的 有些參考書有些考驗 竟然還拿這個粗體 這說法是錯的喔 他們認為 細菌就只有DNA 直接在細胞質中沒有跟蛋白質 殘在一起 不對 都有蛋白質殘在上面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說法 我也很快跟大家解釋一下 早期的課本教科書 有一句話 讓大家產生了誤解 這句話說 原核細胞也就是細菌 它的DNA 裸露於細胞質 就這句話 細菌的DNA裸露於細胞質 這句話的意思是 它的染色體 沒有被核膜包起來 直接放在細胞質 沒有核膜包背 的意思 但有些老師 錯誤解讀了 他說DNA裸露於細胞質 就是DNA沒有 殘在蛋白質上 蛋白質沒有殘在DNA上 只有DNA分子 沒有蛋白質 喔原來細菌們的染色體 是只有DNA 沒有蛋白質 就出現這樣的錯誤結論 不是的 所有的染色體都是DNA加蛋白質 而當時課文上這句話是指 它沒有核膜 是指這一個 它的染色體直接放在細胞質 沒有被核膜包起來 是這個意思 好以上我們就用這個 這一頁把 原核細胞跟蒸核細胞 它們的異同支柱 很快的做一下 比較 在講學理解 我有沒有補充這個說 其實細菌的染色體不但有 細菌的染色體不但有蛋白質 連蛋白質的名字 甚至它的基因都已經知道了 所以如果再有人說 細菌的DI沒有藏在蛋白質上 絕對不對 理論不對 因為你那個蛋白質的名字 濃縮素 跟它的基因 我們都知道了 而且不是一種蛋白 好幾種蛋白 我們都知道了 所以 早期有些三秒數這麼寫 確實是寫錯的